仔细看,犀鸟正在给树洞喂食 她的妻子被密封在洞里 每年的繁殖季节 犀鸟夫妇都会找到又宽又大的树洞分娩 在进去之前,妻子在洞里准备了泥巴 妻子进去后,丈夫会在外面用大嘴把泥巴咸住 这对夫妇一起合作,牢牢地密封了洞口 只留下一个小嘴来接食物和交流 妻子在里面待了90天,但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他们认为这是值得的 妻子在里面孵卵 丈夫从嘴里吐出妻子喜欢的绿色昆虫 大多数时候,丈夫不愿意吃 因为妻子需要大量的体力来馋乱 为了让妻子有安全感,她觉得应该给她更多 每当妻子休息时,丈夫都会在洞口旁边守护着 她累得抬头仰望前方 但作为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她不能停下来 即使她此时很疲惫了 她也必须支持着这个家庭 让她的妻子和孩子不用担心衣服和食物 继续提醒自己打起精神 40多天过去了,他们的宝宝已经长出了羽毛 犀鸟妈妈在里面等了很长时间 没有看到犀鸟爸爸回来 她很担心,因为她刚换了羽毛 根本没有飞行的能力 如果犀鸟的父亲不在 她和新生的雏鸟没有什么不同 但为了树洞里的婴儿 她只能一点一点的灼开坚硬的树洞 但她和孩子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她显然虚弱的体力不支了 只能停下来休息 她盼望着丈夫能及时回来 即使不为了她,而是为了孩子也好 在前几年她预产时 当婴儿长大一点点后 她和犀鸟父亲会一起努力灼开洞口 他们完全信任对方,敢于把生命交给对方 犀鸟妈妈伸出头看了看外面 她知道她丈夫一定出了事故 所以她更拼命拙洞口 拼命拙 她希望能尽快见到犀鸟爸爸 你羡慕他们的爱情吗 欢迎留言评论